那传婚姻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一定要从这个地方结束 这个传到这部分 各位 现在以西节发育炎了 然后不料 有响声 有地震 古与古连接起来 各位 先讲 什么是地震 现在你在灵界里面看到的地震 是什么意思 灵界里面 他在灵里面看到地震的意思就是 圣灵的动工 天使天君的动工 对不对 所以在灵里面发生的震动 有时候地上是看不到 不是很明显 但是在灵里面 当他发育炎传讲声的话的动工 所以在灵里面动工的时候 然后必定会在哪里 在他发育炎的那些骨头 换句话说 我们传福音的人身上的心灵 他们的心灵里面 有挣扎起来 所以这个人心灵里面的挣扎 就是那个响声了 那个骨头 截起来 对这个 各位想想看 那个响声就是这个 骨头 截起来的时候 这个是碰撞彼此的 截起来的时候 然后长筋长肉 对不对 所以有这个响声出来 所以这个响声是什么 就是人 圣灵开始在一个人的心灵 动工的时候 他的生命开始连接于宝座 连接于开始要 虽然看起来还是有点刚硬 但是开始有动工的时候 就是骨头截起来的东西来的 各位理解吧 所以这个用 用看得见的眼光来讲的话 有时候可以说 人听了福音之后 马上有一些 因为挣扎 挣扎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敌对也有的 有点反对也有的 有些人可能来了教会 就是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这个牧师是什么 我不接受他讲的东西 他说全部都是假神 只有他的神是真的 我不接受 就是有点敌对也有 可能有一点敌视 或者很想辩论也有 但是我跟各位说 感谢赞美主 你有一点敌对 好过你没有反应 对不对 你有敌对证明 那个话有影响到你 有打击到你 所以因为这个十字架的信息 是一个冒犯的信息 跟你一生 你走的路是地上 现在跟你说有天堂地 就有天堂的路 有一个冒犯嘛 所以人有时候 圣灵一开始做工的时候 其实不是 现在马上归下来悔改 不是每一次人都会这样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尤其是我们的家人 还是每一次再次 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有时候他生气起来 其实他开始生气起来的时候 你应该感谢主 如果他从来没有生气 天堂也可以 地狱也可以 都好啦 人都差不多一样死了就完了 就这样 基督徒就 哎呀 管他上面有多少冠冕 能上去就好啦 就是这样 如果他不痛不痒的话 神的话是两刃的剑 吃他不会痛 不会痒 这什么啊 他是死的 各位了解吗 所以我告诉各位不要灰心 你传福音 你说你讲的时候 能感觉到 哎呀 为什么这样 你再讲 有时候你靠圣灵 找机会再传这样 他有挣扎 他有反对 反抗 好过没反应 各位 弟兄姐妹 我再跟各位说 各位不要误解 有时圣灵开始做工是这样的 我一生传福音里面 其实我们都希望好结果 然后每次我 我去布道会的时候 看有些牧师 就布道会 然后你们谁要信耶稣的 上来 哇 几百个人上来 我们有一个假象 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传福音一生 一个人都没有信 就是 我跟各位说 那种是 其实几百个人上来 也很多次 其实不懂 上来有没有好吃的 有没有礼物 也可能的 我跟各位说 所以他们都不明白的 你不要背 当然也有圣灵的工作 也有 但是那个是布道会 但是其实你天天的传福音 你跟你的旁边的家人 同事 跟你在一起的人 传福音是 其实那个是更重要的 使徒行传说 天天主将得救的人 加给他们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是必定有的 这个是想生 反抗 有时不明白 问这个 问那个 问给他们解答 为什么你问这样多 你信就好 就是这样 这样不行 对 人家有兴趣才要问 所以我跟各位 如果现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 心里面很深情目似的 我真的为你感谢主 真的感谢 如果他讲什么 我玩自己的手机 还是做自己的东西 想等下吃什么 这样的话 你是死的 你是死的 真的 我告诉各位 苦苦干干的骨头 我再次奉主的名告诉你 这是上帝的话 这是上帝的话 这是真实的 在平原中 神向一世界显的异象 如果你活着还有机会 你还有机会得救 你信了主之后 还有机会得冠冕 你还有机会回转过来 你每一次能够听见的时候 这是恩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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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